嗨,你们好,我是Elly,欢迎来到Goist中文节目Beyond Class。 今天我们学一句中国的俗语,万事开头难。 2019年过了一半了,你的减肥计划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我这个月只跑了一次步, 但是我跟我朋友吃了八次火锅。 万事开头难,你要坚持啊。 你日语学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万事开头难,所以我还没开始。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唉,天天被老板骂,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 万事开头难,不用太担心。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等我习惯了以后,这个工作会变得容易的。 其实我发现,万事开头难,以后会更难。 有道理。 万事开头难,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 开头就是开始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非常难。 但是,习惯了以后就容易了。 我们经常用这句话,鼓励别人。 你同意这句话吗?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和留言哦。 我们下次再见。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天天为老板吧。 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 你这是他真的表演吗? 永远在。 有点笑场了,有点笑场了。 不好意思啊。 。